中国云龙发动机预冷器5马赫的热态试验成功 毫秒级降温1000度意味着什么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福田少 据相关媒体报道中国航天科工三院31所预冷动力技术中心 首次完成了云龙发动机的预冷器5马赫热态试验 结果实现了毫秒级时间内降温1000度 从而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毫秒是个什么概念呢 一秒里面有1000毫秒 也就是千分之一秒 也就是说在极短的时间内 它就能把外界的来流温度降低1000度 这个难度是极大极大的 目前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开发出这么先进的预冷降温装置 这次实验不只充分验证了预冷器快速降温的能力 而且最大降温最高温度和最大流量等至少三项指标都达到了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 这次成功的实验标志着云龙发动机技术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 那么这项技术对我们未来的航天机的发展有些什么意义呢 云龙发动机有可能成为中国新型空天往返飞行器的理想动力装置 那么什么是预冷发动机呢 我们知道要想让航天器以水平起降的方式将有效载荷送到外程空间 必须解决发动机的问题 它跟一般的垂直发射的火箭不一样 可以在起飞和爬升到某一个高度和状态下 充分利用大体中的氧气 同时能够利用空气动力而产生生力 因此它的经济效益和安全性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因为在机场起飞滑跑或者降落的时候 它采用的动力装置不能是火箭发动机 必须是涡轮喷气或者涡轮风扇发动机 直到它抵达万米以上高峰的时候 才可以逐渐的转换成其他的动力装置 比如说冲压发动机 超燃冲压发动机 火箭发动机等等 那么要想让飞行器在大一层内的飞行速度 能够超过音速的五倍 一般来讲呢 采用冲压发动机 特别是超燃冲压发动机 比较合适 因为这类发动机呢 结构简单 重量轻 进气效率比较高 吹重比呢也比较大 但是冲压发动机 或者是超燃冲压发动机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在地面停放状态下 或者是飞行速度很小的状态下 它是无法启动的 必须用其他的动力装置 为它加速 直到加速到音速的三倍五倍 甚至更高的倍速 才有可能启动超燃冲压发动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它必须采用混合式动力装置 或者是组合式动力装置 从而呢 增大了机体的重量 那么 类似云龙发动机 这样的一个动力装置呢 它其实是火箭涡轮发动机 利用涡轮增压的方式 给动力装置提供足够的空气或者氧气 然后注入燃料点火升空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它的最大优点是 不需要携带大量的助燃剂 可以充分的利用空气中的氧气 那么火箭发动机 我们知道 它是需要带燃烧剂和氧化剂的 因此 它的燃料箱非常大 而且呢 起飞重量也很高 火箭发动机的燃烧度大 耗能高 因此 它的工作时间相对比较短 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么如果用涡轮式的火箭发动机 就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样的一个动力系统 一旦达到较高的飞行速度 比如说超音速 三倍 五倍 甚至是七八倍的时候呢 就会带来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它们那个时候的飞行高度已经很高 速度呢 也比较大 那我们知道在两三万米 甚至三四万米的高度上 大气密度是非常小的 冲进发动机的空气氧密度小 必然含氧量就低 就不足以为动力系统提供氧气 这个时候 需要把外界的空气进一步的冷却 冷却以后密度大了 就可以正常的为动力系统提供氧气了 但是这时候还会遇到一个问题 由于你飞行速度很高 冲进来的空气 温度也很高 它会对压缩机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因此这样一个用冷却装置 它的作用是两个 一个是迅速的给冲进发动机的空气降温 使它的密度大幅度的提升 同时呢 降温也有助于保证发动机的正常运转 这样的一个先进的动力系统呢 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可以研发 你像英国 美国在联合开发类似的装置 中国现在把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研发成功了 说明我们在这个领域呢也达到了世界线性水平 一旦这种新型的动力装置 研发成功 它将可以为我们今后天地往返飞行器的研发 提供重要的动力 而这样的动力呢 具有重量性性能好的优点 当然它的技术复杂性也非常高 世界上还没有太多的国家能够开发 希望中国的航空航天人能够继续的在这个领域发力 最终呢 使我们水平起降的空天往返飞行器的研发 能够顺利推进 从而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好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